现在我们来重问一下安装铝合金窗施工程序的重点。 在安装铝合金窗之前,承包商要提供足够和准确的水平墨线。 要跟铝合金窗的分包商检查,安装铝合金窗的混凝土窗孔位是否适合安装铝合金窗。 混凝土窗孔位要没有蜂窝、杀眼、混凝土过高或过低、缺角,并且要确保没有木板、铁皮等等的遗漏。 铝合金窗分包商要在工地上做样板房,并且进工程师审批以后才可以大批开工。 窗框旁边的防水抹灰要用工程师审批的抹灰来抹。 所有抹灰要进行百分之百防水测试。 禁止在窗框上面拖拽过桥木板、管线和泥桶。 禁止在窗框旁边刮抹子。 要经常维修铝合金窗的保护胶纸。 要彻底清掉窗框和磁砖之间的水泥沙和污渍,之后才可以进行打胶。 所有打胶要平滑顺畅,没有孔眼、没有断口和没有水泡。 完成铝合金窗玻璃安装之后,要进行百分之百试水测试。 在建筑工队里所有的工序,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。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,最重要的是,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都要忠诚合作。 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。 其心合理,上下一心,提高房屋的质量。 为人为己,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。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分内室。